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我们坐视的时候 或者说开车的时候 把音链收回自己的呼吸 或者听自己的说话 这个也算是一个 如果你一心二运的话可以 但是开车的时候就开车吧 开车的时候确然地开车 喝茶的时候确然地喝茶 就是只是喝茶 然后忘记自己 忘记自己 确然地在那个位阶上 或者确然地在开车 整个司机的车是合一的 这个时间是合一的 不需要我所一定要看着自己开车 那时候旁观这个很欲出事 旁观你就很欲出事 成为一个人开不了 人是全然地做 就专注修专注 不同的事情上 可以修不同的东西 除非你空了 除非你最后通过专注 然后定只能在坐点上修 你做事的时候 你很难说 有些事你可以修旁观 打开车这么危险的 你就不能修旁观了 不是说每件事情 根据事情做的轻重缓急 你来瞧着自己修行的角度 就是我们在沟通啊 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在听你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也可以再觉得 就是这样 注意到自己的呼吸 如果你脑子不转的话 如果你答不到 否则你听不懂我说啥 你要注意呼吸 你听不懂我说啥 你要闻思修 知道吧 当你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在打你的时候 你要专注地听我说啥 你专注在我说啥 然后还要思考 变成你的角度 知道吧 就是说哦 也许我说这个葡萄的事 你突然想到梨 那在梨上间隙开悟了 你不是说在葡萄上开悟 但我不断地说葡萄 葡萄 你突然想到了梨 而且你突然想到 你在梨上碰到的问题 然后你在那个梨 那一块开悟了 那开悟那就是说 你把我的问题 就是变成了你自己的角度 那就是吃了面包 吐了巧克力 就是在那个地方开悟了 知道吧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 其实老师只是他说一个角度 他当然有的能够 根据你的缺失的东西 但你开悟那一个 根本跟老师有时候说的 那个都是没关系的 但是你一定要听 突然就触动那个开悟了 你看那些佛的那些弟子 佛在说法的时候 他的弟子们都会听的 他不是在修正的 他不是修呼吸的 观呼吸的 念佛的 念慈造的 他会听一段的提问题 把他心中一层层的疑惑 绝破掉 他会不断的提出他新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 没有太多的修正 都还侵入在初级间段 还是在腿吞砸念 这一块还在打转 而且其实说破我之破我之破了好几年 其实大家 只是理论上增加了一些 知道啊 是我之包还什么 什么叫破我之 怎么新菩萨道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木质层面也基本上能够解决 就是吃饱穿暖以后 是睡足了 吃饱穿暖玩够了 然后再做点 要做两三个小时而已 然后日常生活 也没有人需要你付出 你也不需要付出 反正各个管各的 其实没什么事情 在这种状态下 也没太多问题 他们呢就是自我的那些 七情六欲啊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觉得该放还是该拿 在那封面前 所以没什么问题 有时候提一些问题 也是活血里边 一些概念上的东西 跟自己实证还是有距离 什么叫空啊 什么叫元气行动 这些理论 因你实心这一块 你的气脉里边的东西 有些东西很难 就是它的气脉 跟你的气脉里边 有些东西不一样 这个是在胎里边 就不一样 不是后天的 就是在母亲怀孕的胎里边 在形成的时候 在形成的时候 就是父亲母血 在命中叫父亲母血 父亲母血 父亲母血这一块 它的结合都有清洁 你这块的东西 就是里边有空阻的东西 这个一定要清洁 你所有的行政都在清洁 这些东西 因为那不是你的 是父母的 你所有的行政 后天的行政都要清洁 他在这一块 比较清洁的 所以父母在 在怀孩子的时候 他父母的那种能量 还有精子 男子的那种质量 对孩子未来的休息一下 也是蛮大的 性格性也象征 还有喜气 思维脚步都会有影响 这个真的是 这个也是在胎里边的十个月 也是蛮重要的 未来 未来你维持在清理的过程中 清理这些东西 你肺超大的力气 清理父亲 我写的里边这种信心 对啊 你看那个古时候 那些皇后啊 什么怀皇子的时候 那个那些老师 都马上就教育他 正生正义正言 那个女的 然后正生正义 自己也不听 不听那种迷迷之音啊 不看那种黄色的 各种不正的话 其实都是在胎里边形成一个 但是对孩子的行者还是一方 但是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金子蓝子结合的一块 就是那个蓝子的剧量和金子的 那个就是那个精学那两个能量啊 其实看得见是 我们就是看得见的是蓝子和金子结合 看不见的是雅左能量的交合 就是看不见 其实是有光的 那种雅左能量的结合 其实形成的基本上是气脉的出现 就是父亲的能量跟母亲的能量 如果能量不清真 携带着一大堆信息 你知道这个能量里面 携带着像信息 成像 将来要成像的 成米气慢的像 像信息里面不知波什么 正的缺在那两个能量里面 对你的修正做有很大的 所以为什么佛头他很多以前 要找巨德父母 就巨德的父母找不到嘛 就投不了他 就是因为巨德父母找不到 他如果是投胎过来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 能把父亲母血全部进化完 就需要好长时间 如果父母的精血不进化 就消耗他太多的精力了 太难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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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时间不够了 对对对 那如果说 他一见到你很久 出家的时候 他会说 比如说 不既然想要 要孩子 他很健康 就 但是他 我知道 但是说呢 形式上 也起点作用 但是呢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 你心心上咋戒 夫妻双方 两个人没品德 你咋戒 那个说 他 而且在一起的时候里面 有没有爱是一种 只是情侣的交和 还是一种爱跟情侣在一起的 这些都蛮重要的 就是有没有就是 很多因素 就是说 行事上我可以不喝酒 我可以不吃这个 不吃那个 我可以不看这个 但是 其实在品质上怎么控制呢 品质上是要 具得 是你 你平时这两个人就很有德性啊 你品质啊 你平时说话做事就很正嘛 气正嘛 两个正气才能结合出一个 正气里来的孩子啊 那这个孩子在将来 裂功夫的时候 才那个气从 就跟天地人合一 才能 才能站在那里 才能顶天立地嘛 父母气不正 孩子怎么能正的呢 就很难 气不正 他们这个双方的气 就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在写出一种 不像不同的光 因为 因为 他会碰 碰到 悠扬两种光 能量的光 会选择 是 会选择 如果有的话 他是雪的 但还有一种 还得有缘 还得有佛缘 你再好他没有缘也不行 就算是 没有佛缘 但是我跟你有 其他缘分也愿意啊 切赞的还赞的都愿意来啊 或者是欠你的都行啊 但父母注意自己的原型举止 就是喜欢来去回忆 总比不注意好一点点爱 但是也不一定 还有个第一 这个事情在修炼的时候就写出来了 但是还有就是 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 其实他还有个后期的影响嘛 就是你在家庭社会 这个世界工业 大家都慢慢也把它染了 就要他再好 在红尘里面 如果境遇不寄 就 人出去也 他身边交一求 那儿朋友 什么不好的也 也不染成 但是庚子里面 那个东西还是 还是 毕竟这个世界 他一开始就是 以附近无学来融合的 这一块还是他的基础 也蛮重要的 就是他这个幻生 起源来自于父母 那儿朋友 他帮助了 他就不想像他的 圆室 他就在家里面 有什么地方 他就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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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就是这种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